很多人判断男人的强壮与否,都觉得是肾的问题,其实对于女人来说,肾好也是尤其的重要,肾很容易出现一些疾病,例如肾虚、肾结石等问题,而且很多情况下都有疾病到肾的这种说法,就是很多其他的病也会涉及到肾的问题上,应该如何判断肾脏的健康与否? 一,牙齿,在中医来讲,牙齿跟肾是有很大的关系的,有一种说法是肾虫骨,齿为骨之鱼,所以牙因上或以及牙齿无辜松动,在中医上认为和肾肾两亏有关系,二,皮肤嫩白水顺,不脱发,一般女性肾虚时,皮肤都会出现很多不适症状如黄鹤斑,面部出现黑眼圈,脱发等现象,很多人对此可能没有什么注意, 一,以为自己最近工作压力大,所以导致皮肤不好,其实面部肌肤暗黄也是跟肾虚有很大的关系的,三,腰酸背痛,很多人都会就觉得做久了腰会酸痛,这也就是与肾有关系,久坐时肾的气息流动不顺畅导致肾虚, 如果腰部有力量而不关通说明肾气的血族,所以平时不要长时间的坐着,再久坐一段时间,可以起来稍微活动一下身子,适当的运动也对身体有好处,这些方法可以补肾你知道吗? 一,枸杞茶,枸杞是补肾的良药,枸杞主要有滋肝补肾,漏肺泥墨的功效,枸杞泡茶可以腰酸腿软等关于肾的一些疾病,尤其是黑色枸杞补肾益气效果最佳,二,山药,山药味噶,性贫入肺皮,肾精不早不腻,具有健脾补肺,补肾的功效,山药中含有多种营养元素, 有强健肌体肾肾补肾的作用,对一些女性来说也是补肾的佳品,但是在使用山药的时候,您注意,山药不可生食,三,黑豆,黑豆是一种很好的滋补类食物,具有补肾壮阴的功效,黑豆与山药枸杞这类搭配效果更佳,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黑豆是如果多容易胃胀起,肠胃不好的人不宜多吃,温馨提示, 当出现是汗胸的头晕,腰酸被通等症状,很可能是因为肾虚引起的,这个时候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,平时熬夜,饮酒,房事过多等等的习惯是要改掉,平时多多一些有氧运动,暴胀充足的休息时间,以及愉快的心情可以有效缓解症状,女性如出现肾虚现象要及时调理,在中医上降养生,可以去除痕, 很多疾病,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可以进行一些小保养,减少面部色素沉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